路亚很简单 大家好,我是老虎路亚的排骨老虎 今天我们跟大家简单聊一聊路亚肝 路亚肝里有软的有硬的 那么我们如何去分呢 一般由L调,L调,ML调,M,MH 由软倒硬这么分 那么软肝适合什么,硬肝又适合什么呢 在我看来,软肝更适合钓小鱼,抛小鱼 硬肝更适合抛大鱼,钓大鱼 因为软肝呢,它能承受的抛头的重量呢,很小 所以说呢,它抛小鱼的时候呢,会非常舒服 而抛大鱼的时候呢,它可能就容易折断 而且你也抛不远 而硬肝呢,由于我们在抛头的时候呢 要用到肝间的弹力 而硬肝的弹力呢,它不足以去让小鱼带动这个弹性 所以说呢,我们在抛头的时候 用硬肝抛小鱼呢,第一,非常不舒服 第二,你也抛不远 所以说,我们在抛小鱼的时候 记得用软肝 如果掉马口,我就建议你用UL掉的肝子 而抛那些比较大的耳 二三十克的,那可能就要用到MH以上的肝子 只有这样正确的配置呢,才会让你的坐吊和抛头呢 变得更加的舒服 那么讲完了肝子的软硬,我们再来聊一聊肝子的快慢 那么大家都说,肝子长得一模一样 会有快慢之分吗? 其实有 那么如何去分呢? 我们就根据肝子的弯曲点 弯曲点越靠前,那么肝子就越快 越往下,越靠近手把呢 肝子的就越慢 那么快慢的肝子 它既然有这样的分类 我们需要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呢? 其实很简单 慢的肝子呢,比较适合于抛头硬耳 而快的肝子呢,比较适合于玩软耳 因为它需要的传导是不一样的 因为肝子的传导性不同 所以说越快的肝子越容易感知到鱼的咬口 而抛头上呢,中快掉的肝子呢 一般要比快掉的肝子更加的好抛 所以说初学者为了解决抛头的问题呢 往往会选择中快的肝子 而像我这样的呢 可能更喜欢用快掉的肝子 除非是抄硬耳 那么这个在未来的讲解中呢 我会跟大家解释这个原因 那么我在使用肝子的时候呢 我喜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越快越好 因为当年的火云鞋神曾经说过 天下无功,微快不破 那么关于路亚杆的简单介绍呢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每一回我们结束的时候呢 都会给大家留下一个小问题 今天的问题是 油耳耳钓的路亚杆是否适合抛 50克以上的耳呢 关注钓源APP回答问题哦 拜拜 拜拜